宣布退卷的李晶晶陷入诈骗风波 母子恋的小丈夫靠着猪马 由网友举报称 退出娱乐圈的李晶晶和90后小老公 在某直播平台上和合伙人开场创建了个茶叶品牌 在直播中号召大家加盟 收取额度不等的保证金 不知道那些加盟了的粉丝们是不是认可李晶晶这样的说法 同时李晶晶还针对丈夫留证出轨的新闻做出回应 表示夫妻二人感情很好 非常信任刘正 那些出轨新闻都是别的女人爱慕虚荣 编造出来的 1970年出生的李晶晶早年也是某女郎出道 15岁出道到去年宣布退圈 飞科班出身的李晶晶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34年 作品上百部塑造的经典人物深入人心 确实宣布退出娱乐圈之后 李晶晶很少在媒体前露面 和小老公开始做起了直播 第三段婚姻就是和现在这位90后留证 这对母子恋如今深陷诈骗传闻 李晶晶的婚姻真是坎坷